我们就开始了 这是今天我们要学的 净力学 这里全部都是跟 static force有关系的 你可以看到 这部分它写得很好 就是我们重点 我们要学共点力,力比,力取,力偶等等 然后物体保持平衡的条件 然后合力的一个情况 我们来看这些进入我们的主题 什么叫共点力? 同学英文在这里 concurrent forces 你看这个图 这个图在O点这个物体 是不是同时受到三个力? 对吗? 所以这个点就是它的共点来的 那么这个共点的力气化 就等于是这个物体同时受到共点力气 你可以看到它就给你这里了 那么你的共点力气化一定有一个点 就是作用的点 因为我们讲到力的时候还记得吗? 那我讲力有三个要素 哪三个要素? 力的大小 力的方向 力的方向 还有力的作用点 所以这里的话呢 共点力气化的是 这个物体同时受到三个力 它的作用力是在这个O点 那英文的话呢 有时候我们会叫common point common point 它是共点力气的一个情况下 OK? 好,现在的话呢 是我们的情况的话 讨论什么? 怎么样保持静止或均速或 匀速直线运动 那么我们呢 一定要讨论到平衡的状况 equilibrium state 好,你看这个图 这个图的话呢 是你看篮球 你握着东西 或者是悬挂吊着的 这个吊窗 这个三个情况 同学都是属于平衡 那么这个三个情况 是属于怎么样 当然是静止不动的 OK? 你看保持静止的 这三个的情况 OK? 那么呢 我们再看我们的这里 供点力的中心下 物体的平衡的条件 好,你同学你看一下 如果呢 这边我有三个力 这个O点呢 就是我的供点的力 同学你去看 这两个力的合成 是不是这个红色的 快点 对呀 像我讲的这个像量 可以搬到这里 对不对? 这像量加上等于这个像量 对不对? 看到吗? 所以这两个力的合成 就是这个红色的 如果这个红色的这个力 有没有 F1跟F2的合力 等于是F3的话 是不是它平衡啊? Ups and down 对咯 你这样读的话就会了 物理是这样子的 你要懂得怎样去读 OK? 所以的话同学 这种的情况下 我画这样子的话 我可以告诉你 这三个力 可以平衡 它的供点力就是 在这个点 在这个结上面 OK? 那么这里的话 它说 从上面那边的话 我们可以得到什么结论呢? 在供点力的作用下 同学看这里 平衡 一个Reblem的一个Condition 它的条件是合力为0 注意哦 我讲合力为0 不是力等于0哦 对吗? 好同学 你再看这个 你看老师讲的东西哦 很 很基本的 同学 这个有没有受力? 答 我讲过了 有没有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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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同学可以回答? 有受力 你不能说没有受力 它有受力 一 中力 二 桌面给它的支持力 它有受力同学 是这个恶力平衡 导致它的合力等于0 你不能说答案马上看 没有力啊 老师没有力 有力 不是没有力 所以你要会用那个字 所以它有受力啊 你看你握着 你握这个瓶子 你觉得它没有受力 当然有啊 瓶子有一个中力 然后你呢 有把它挤上去的力 都有力 只不过是恶力平衡 所以它不是没有力 这个的话你们一定要清楚 你将这个部分的话 你力学你就会了 所以同学 是物体平衡的条件 是合力为0 那这个的话 这个符号是vector的符号 那如果我没有用这个 这个上面有这个vector符号的话 同学我用的话 是那个字 比较是黑的字 黑的字 ball的字 ball的字的话 是黑黑的 可是这个f 我们在考试的时候 我可以印这个字特别粗 好 同学它代表相量 所以的话呢 是一个物理量一个相量 第一个我可以用比较粗的字来代表 第二个的话呢 是我用普通的字 然后加上上面那个箭头 代表它们是一个相量 或始量 这个vector来的 力是一个vector 清楚吗 ok 所以的话呢 这样写的话你们都清楚 那有时候我没有写这个东西 我是这样写 你们要懂 我在写的话是合力 合力哦 这个力来的 这个是vector来的 清楚吗 ok 合力等于零 等于零 等于零 合力等于零 ok 好 我们看一下几个同学进来了 还是没有进来 42 哇 还有几个同学还没进来 ok 我们再等一下 好 我们看这里 供点力呢 在同一个面上的话 合力等于零 所以的话呢 这里的话分成x跟y的component 那你可以看到 合力等于零 可以写成sigmafx等于零 跟sigmafy等于零 好 你们看这个sigmafx等于零 是什么意思呢 resultant force in x component 那sigmafy什么意思呢 resultant force in y component 清楚吗 同学 合力等于零 我可以写成in component form 这个叫in component form 因为你的力的情况嘛 对不对 所以的话呢 这里的话呢 他就给你了 当物体受到同一个直线上的两个力 供点作用是合力为零 那么这个是 图中我们学过的 ok我们来看这里 这个你看 我给你的例子 好 你看同学这里 我把物体放在斜面上 那这个角度是30度 那么这里的话呢 你可以看到他讲摩擦力 所以同学 这个面 粗造的面 那你怎么样去分析东西呢 我讲过了哦 受力图你们一定要画 好 受力图一定要画 ok 好 同学你看这个图形 哪一个同学可以回答 他受到几个力 12345 哪一个答案 快点 谁可以回答 四个 我再重复一次哦 肉体放在斜面上 他受到几个力的作用 答案是什么 四个 还有其他答案吗 还有其他的答案吗 ok同学来看啊 一个力是这个力 这个力是什么 normal force 一个力是这个力 这个力是什么 friction force 一个力是这个力 这个力叫什么 重力 gravity force 同学 四个力 所以三个力 三个力 来的 答案 只有三个力 好 请问 这个力 跟这个力 是什么力 回答 是什么力 所以可以回答 快点 分力 啊 重力的分力 来的 这个力 跟这个力 是重力的分力 ok 昨天有讲过咯 所以这里话呢 是w 所以这个的分力呢 跟斜面是垂直的 这个力 这个w什么 快点 w什么 sine cos w什么 我讲的跟他夹角一定是 cos 对 这个是wcos 三十度 同学 这里是w sine 三十度 曾经同考有考过 他问你物体受到几个力的作用 同学这个地方是三个力 normal force friction force and gravity force 和w 明白吗 这个 跟这个是component of weight 清楚吗 那么当你的物体在斜面上的时候 昨天我上过了嘛 我们的力要分解成什么 平行的斜面 跟垂直斜面 所以这个呢 是平行斜面的分力 这个呢 是垂直斜面的分力 谁的分力 wait 中力 清楚吗 ok 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好 那么你可以看到 他一样要画出这个图形 他的解释 好同学你可以看到是 一个物体禁止 所以同学禁止的情况是 合力等于0 那请问哪个方向合力等于0 那这个方向合力等于0 这个方向合力等于0 这个方向合力等于0 所以他就写了 x component的情况 就是平行斜面 我写的是x prime 一样啊 这个方向的力 等于这个方向力 这方向力是w side 对不对 他就讲的 减掉摩擦力 为什么那方向相反啊 这个的情况 我教你们的 因为我要让你们区分 可以的 没有过的 这样子的啊 你们现在看的是 这个方向 这个方向有几个力 两个力 一个是这个力 这个力 一个是这个力 那这个力顶多少呢 这个力是等于w side 30度 w side30度 ok w side30度来的 所以呢 这个是f 所以的话呢 这个力 跟这个力 两个相减 等于多少 等于0 为什么呢 合力等于0嘛 那我的合力等于0 可以写成 这个方向的合力 那我的笔记 我教你们这个 因为我让你们认 没有错的 可以的啊 等于0 现在要讨论 另外一个呢 这个方向合力等于0 我可以写什么 sigma 什么 fy' 等于0 懂吗 ok 那么 因为正负号 有时候同学很难看哦 所以这个 这个合力等于0 你可以写成 这个力 等于这个力 一样的 你移位 你就去看 我再把它拆掉 所以去看那边 一样的合力等于0 是一样的 所以的话你可以这样写的 ok 有没有问题 这个部分 东西有问题吗 没有没有 可以啊 这里 所以话呢 我给你看这个就是因为它写很清楚 那这样嘛 你看 F等于它 带进去吧 哦 那就用咯 sign这个话呢 是你不用这个 这些暗计算机就出来的 不用写二分之一 直接把带进去 1乘10乘3 这些答案 明白吗 ok 所以话呢 这你就可以拿到了 ok 所以话摩擦力 你就可以算到了 ok 那么它叫你算呢 斜面的支持力 同学就是Fm 那Fm怎么算呢 当然是垂直的 你看垂直合力等于0 我讲的 所以它的normal force的话 它用Fm代表 这个 减这个 等于0 那么意思是up等于down 就这样 就算出来了 这个是比较简单的 ok 那这里有摩擦力 事后题目的话 在讨论的 这个部分我因为重点 是我要教你立举 ok 这个话我全部都有的 在英文那边 我放到完了 那边 所以我先不去那边 我要去这个 立举的平衡 那立举的平衡 那立举的平衡是什么呢 就是 我们的moment 英文叫做moment 那么另外一个名词是talk 注意啊 这个立举 这个字 英文叫做moment m o m e 好难写咧 nt moment 另外一个话呢 如果是你看其他大学书 他比较多用这个 所以我一定要介绍你这个talk d o r q u e talk ok 那我解符号的时候呢 我全部这个talk的物理量呢 我用这个来代表 这个是国际的符号 这边呢 他用m 一样的 那么你的立举是什么呢 立乘上立臂 给我们看啊 这个我已经写了 同学记录下来啊 记录下来 所以的话呢 是先拆掉 因为要看下面 要不然看不到 好 talk 或者是我们的moment 全部是代表中文的 立举的一个东西 就是这个立举 ok 那么你可以看到他说呢 是立 可以使物体移动 也可以使物体转动 对哦 物体转动的时候 它的个点都沿着圆轴运动 那么有中心点的 所以那个呢 叫做转轴 ok 所以的话呢 如果有一个固定的转轴的物体 的话呢 在立的中下 它将保持禁止 或者是 均速的转动 好同学 你不要说 哎转动没有 哇你天天都在用风扇呢 风扇有没有转动 有吗 有没有 ok 第二点问你哦 你注意看啊 我引发那个物理的概念 同学 你的风扇你开几号 1号 2号 3号 4号 几号 啊 有的同学说哦 我开2号 有的同学说哦 我开3号 你知道你1号 2号 3号 4号 5号代表什么意思 转速不一样对不对 是不是 当今天你开你的风扇是1号的时候 同学 它转动是固定的1号的转速 明白吗 你开3号是3号的咧 它们都是处于平衡的 如果你的今天你的风扇越转越快 越转越快 你会用吗 你知道在风扇底下 哇 越来越快 越来越快 会不会我等下飞起来啦 所以你可以看到 其实我们的风扇在设计的时候 它是均速的转动 等于是1号有1号的转动的速度 2号有2号的 给我们看立举啊 好 你看这里 这个它就引发的 你们初中也是有学 但是我们这边学比较深的 所以这个话呢 是带进来 让你们去认识先 好 同学 这里是门 门有没有门轴 当然有啊 我问你 你怎么开门 这是门啊 你会开是哪里开 你是这边用力呢 这边用力 这边用力还是在门把 你会怎么样开 那你就一看哦 人家设计门哦 这里是走 你不会这边开哦 因为这边开很难开 你一定会在这里开 为什么呢 因为你撕的力哦 离开转走很远的地方 你用的力很小 就可以打开了 就可以转动了 这里的话它也是一样 你可以看到它给你 那你可以看到这个 你们男同学以后 家里有什么东西 你们都会用哦 你们去看看 你要转一个这个罗帽 罗帽在这里 你要转 那你这里的话呢 是整个东西的话 你拿的时候 你会握在A点的位置 还是B 我们当然是用B 哦 那男同学可能是你们 比较会牵涉到很多 我们年开始的话 比较没有力哦 尤其是那个轮胎 抱胎的时候要换胎 哇 你要转那个罗纹哦 转那个罗帽把它转出来 你要实力 要实力对啊 你要用比较远的地方 用比较远的地方的话 离开支点更远的地方 你用的力很小咧 你就可以开始转动了 这个就是它解释了 让你知道 我们的力举呢 在我们生活中 是我们是有用的 只不过是你不知道罢了 那比如说水龙头 你也是有转啊 你开那个水龙头 你用水 不是你开来开去 转来转去吗 你都有用到 所以呢每一个东西的话 都会有它的转轴 这转轴英文叫做 exis of rotation exis就是轴 转的话呢 就是rotation ok 那力的转动的作用 就很大 你就要看你的情况 我讲的 对门来讲 你的轴在这里 转的地方在这里 ok 你离开门比较远的地方 湿的力 让它转动 容易转动 今天的话 这个门呢 门把在这里 你转这里哦 那个就是糟糕了 它用的很大的力 才可以转动 很难转的 ok 这里就看 这里看他讨论到 我们讨论到 力举的时候 moment or talk 我们一定会转到力币 那力币是什么意思呢 这里的话呢 是arm of the force 所以同学 假设我的 all点是转轴点 这个是我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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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学你可以看到 你的力币的话呢 是一定要跟力呢 4乘90度 注意哦 这里是你的力 力币 那力币要算到哪里呢 一定要算到转轴点 一定要算到转轴点 所以你转轴点是在这里 以它这里来讲 这个是我的力 所以力币就是L1 这个是F1的力 那么呢 F2的力是这个方向 力币是这样 当然它有很多种方法 要教 但是这里的话呢 我先让你们看到 我们的力举怎么算呢 moment of force 或talk 你看我讲的 这个注意啊 因为我的英文 我都是用这个字 talk T-O-R D-O-R Q-U-E talk OK 这个呢 是我们的definition talk等于力 乘上力币 力币要算到哪里 力币一定要算到转轴 那么你的力跟力币必须要垂直 OK 今天你看我画这个 这个是这个AB 你看我有很多种方法算的 AB 这里 OK OK 同学我的力是这个方向F2 你看我可以用很多种方法算的 注意啊 你看啊 F2 那么这个角度呢 是θ的角度 OK 我要算在这里 这里当我的转轴点 好同学 我可以把这个力分解 你懂吗 这个力分解 可以分解哪个方向 快点 哪个方向 我教你啦 可以分解成 hortical and horizontal 对吗 OK 看 这边F2 这个 跟他加脚三个cos 快点 快点 我教过了 cos 啊cos 你一定要懂呢 你不要说不懂 已经分析过很多了 我们不用再画三角形了 OK 这个是F2cos 那这个等于什么 当然是F3θ F3θ 好 你看啊 我用的方法 因为 你用这个方法很难的 我就可以告诉你 你看 我把这个力分解 变成这个方向 这个方向的话 就是F3θ 那它的力比多少 同学 OB咯 同学 它的力比的话呢 是F3θ 乘上OB 完成了 就是这个 意思说 我先算F2所形成的moment 我的moment等于多少呢 以他这里来讲 我的moment等于多少呢 我可以写成 以示 假设我这个的角度是θ 我是F3θ 乘上OB OB是这个距离 乘上OB 这个距离 就算完了 我的力举 你看 所以力算它转轴 我的转轴是在这里 我的力比是这一段 这个的话呢 是这个它解的地方呢 它拿这个 跟这个是 它没有把力分解 它把这一段分解成这个方向 所以这个比较难 我通常都会叫同学 你要会看题目的 OK 我会看题目的 所以你这样解的话会比较容易 听说啊 最后的话我会教你们这个部分全部 这是介绍 所以让你们懂 所以的话呢 力跟力比要怎么样 垂直 注意啊 刚才我讲的 一定要垂直 那力比要算到哪里 算到转轴点 你看你的转轴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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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我们的这个例举 这里 就是moment 我们的moment 本身同学 是叫vector vector vector 它呢 是有方向的 总之是 moment 是一个vector quantity 它有方向 那么它的方向 只有两个方向 谁知道哪个方向 只有两个方向 一是什么 一是什么 顺时针 二是什么 逆时针 转动 只有两个方向 一个是顺时针 一个是逆时针 OK 你看这边啊 有些 逆时针 一个是顺时针 只有两个方向 OK 那么呢 它的单位 是Newton meter 你不能说Newton meter 是交友不能啊 它是Newton米 你的力举的单位 是Newton米 那么刚刚讲的 这个东西 当我们讨论到moment的时候 它会产生什么 Rotation Rotation 是什么 转动 Rotation 转动 那么转动的话呢 我们只有 两个方向可以转 一 clockwise direction clockwise direction 这个话是anti-clockwise 这个是clockw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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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anti-clockwise 逆 就是逆时针的方向 这个顺 就是顺时针的方向 你们看那个 我们的那个 秒针 顺什么叫逆 你们就会了 OK 就是 讨论到了这个部分 一个一个我们会讲的 OK 那么 力矩可以使物体源不同的方向转动 OK 那这里它一般上的话 它说 它起逆时针的转动的力矩 为正值 那顺时针为负值 我没有用这个 我会教你们顺 等于力 就用平衡的一个情况 所以这个话呢 是如果有很多个力矩 你去算出来它的合力矩 合力矩等于是它们代数之和 我们看 我们要讨论是力矩的平衡 平衡的情况是什么呢 就是告诉你呢 合力矩等于0 这是平衡 你看 它给你呢 如果是我们的物体 在固定的转轴的物体 受到多个力矩的作用 物体的平衡条件 是等于合力矩等于0 全部加起来 我们写成这个数学式子 写这个 那么这里的情况的话呢 我就用这个 你可以看到我的解题 因为用这个 有正有负 同学呢 乱 所以的话你要用这个 我教你用这个 OK 那我讲的我配合国际的书 因为它用这个符号 我们用这个符号 等于这个 OK 这是合力矩 一样的啊 那这个什么 顺时针clockwise 这是什么 anticlockwise 同学 顺时针利矩等于 逆时针利矩 是不是合力矩等于0 对吗 就这样罢了咯 你要知道 谁是顺 谁是逆 当然了我们一个一个来看 这样明白吗 同学先懂啊 就是利矩的平衡条件 是 合力矩等于0 合力矩等于0 可以写成 顺时针 等于 逆时针 OK 这个talk的符号 是这样写的 这是希腊文来的 这样 你不要给我写这样 这样被你tention 这里talk 合力矩等于0 同学等一下啊 我看最后是几个人 因为我报到那边 不懂要copy几次 所以换的是很多次 同学换了进来的时间 44个人诶 你看 你们搬几个人啊 同学 46 47 班长 哦 46 47 好 我们看 平衡力 谢谢 平衡利息的条件 什么叫平面利息 就是物体在同一个面上就用 OK 我们就要开始用这个了 只要是属于平面的利息的话 在同一个面上 比如说 同学 比如说我把很多本书放在桌面 那书本全部在桌面 同一个面的意思 你要懂它的意思 那么呢 你可以看到供典力的平衡条件 什么呢 所以合力等于0 跟合力级等于0 所以物体呢 在平面利息的状态 保持平衡 它满足这两个条件 所以等一下 我会用到这个很多的概念 总之 合力等于0 可以写成in component form 什么 sigma fx等于0 sigma fy等于0 明白吗 合力级等于0 我可以写什么 clockwise clockwise 等于 anticlockwise 的top OK 就这样子 你看这里它全部写 这个合力等于0 它写成in component form sigma fx等于0 sigma fy等于0 那这里的话 它就给你m等于0 就是整个的合力级等于0 我可以用的是 顺时针的力级等于 逆时针 一样 合力级等于0 的意思 OK啊 好 那这个的话呢 是有一点难 我先弃用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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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要教你们重用力 这些全部都比较难的 OK 我们来看这个 悄悄反的 不要容易 等啊 怎么反应那么慢的 OK OK 我太快速啊 那个好像画面没有出来 等 OK 那这个平衡了 我们来看悄悄反的 你看同学看 好同学你看一下 这个 我们这边很好命 都没有提过水 你可以看到是 你看 这里的话有一个木棍 然后这里有两个木棍 然后这边有一个支撑点 好同学 你呢 如果是提水的话 好同学 你觉得这两个桶的水要怎样 你希望它怎样 你希望它怎样 因为它是平衡 对不对 不要晃来晃去 不要说这边上下 上下 这里上下 走到家没有水了 对不对 好同学 你不要它上上下下 的话怎么样 让它平衡 平衡呢 你把手放在这里 你们故意试试看 老师教的 你把手放在这里 然后这个力的话呢 一定要绕着它 我一定要有这个笔 所以很辛苦的 你把手放在这里 你的这个力是这样子 所以一定要绕着它转 所以向这个方向转 一定要绕着转轴 那这个力的话呢 一定是绕这个方向转 OK同学 假设这个力呢 叫做F1的力 这个力呢 叫做F2的力 好 我的问题是要问你 哪个力 形成瞬时针的力气 F1 很好 F1是瞬时针的 OK 那这个话呢 是他们的力气 OK 你看 那么同学 这个力气呢 这个力气乘上力气 力气跟力气的话呢 假设是已经垂直了 所以这个是我们的转轴点 同学 这个力所形成的力气的话 是F1乘上第一 可以吗 那这个力气的话呢 所形成的力气的话 是F2乘上第二 一定要到转轴点这边 所以如果它是属于平衡的条件下 我可以写成 Glockwise 等于Anti-Glockwise 这边我没有写那么多字了 同学 因为 因为我的那个笔呢 很难写的 所以的话呢 在周园那边我就写到很多 OK 这里啊 等于Anti-Glockwise OK Glockwise是谁 你手放这边注意啊 你一定要绕着转轴 同学 你的时针是这样转的吗 所以这个是顺时针的 所以是F1 乘上第一 等您什么 F2 乘上什么 第二咯 那为什么要这样等 你都讲了吗 它没有转动啊 你提水的话 你还转来转去 这个水都没有了 对不对 跑出来到玩了 对不对 你要平衡呢 你要平衡 所以你要平衡的情况下的话呢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不会产生转动 因为转动平衡的话 一个是没有产生转动 一个是禁止不动的 就好像我们的合力 注意听合力 合力 等于0 有两种情况 哪两种情况同学 一个 object remain at rest 一个 object move with uniform velocity 对吗 同学一样的 合力 等于0 一个是什么 object remain at rest no rotation 第二个 有rotation 但是它的rotation 它转的时候 它们的转速怎么样 固定的 它不会越快 越快 这个下 这个上 很快 不行 它都是固定的 这样子就可以了 听懂 听懂吗 听懂吗 同学 哈喽 回应我 听懂啊 因为这个基本的 你们会的话 就难的 你们就会了 ok 你再看这个 好 你在玩 悄悄板的时候 你喜欢坐在哪里 我们玩完东西 我们都没有去想到 你最喜欢坐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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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看这个悄悄板的情形 你看 悄悄板的情况 那同学呢 这个图的话 这个悄悄板只有一个周围 因为我们真正去公园里面 好像很有很多个 这边也有 这边有 可能还有三个 这边可以坐三个人 这边可以坐两个人 对吗 好同学 我问你 你悄悄板好玩在哪里 一上一下 对不对 是不是 一上一下一下 那一上一下 它就开始转动了 那么你看 转动的话 可能有两个方向 哪个方向 一 瞬时针 二 你是针 对吗 如果对方是小孩子 你是大人的话 你怎么斗孩子 当然是你要出力 对不对 你一定要让上下下 上下下 对不对 你要去施力 那如果是小孩子的话 你们去想看 这个力很小 你的力很大 你的力很大 你觉得你应该坐在哪里 比较后面还是比较前面 你继续想 你自己想想看 你很大的力 你自己想想看 小孩子的话 都想坐在这里 固定了这个长度 你应该是坐 一的位置 二的位置 还是三的位置 你自己看看 你要让它产生转动 你说你都可以控制 没有关系 你去控制 你要让它转 因为做悄悄板 当然你不希望它悬挂在空中 然后都没有动 这样都不好玩 对不对 所以你自己想看 这种的情形的话 你会知道什么 嗯 这样会啊 就是我们在讨论到 我们的这个部分 有没有问题同学 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 没有问题啊 你看老师 用用弄也会叉叉 一定要叉嘛 要不然哦 这东西跟着后面 长 所以的话呢是这样 我会去看 到底是谁没有进来上课 每天都是有这样几个人 OK 好 这里的话呢是讨论到了 告诉你的话 是要平衡 要怎样的一个情况 OK 这里的话叫做平行利息 这个字呢 你们不懂没有关系啦 因为我们英文的话呢 比较没有重视这个 但是我们只要是去判断 如果这个利 乘上这个利弊 跟这个利 乘上这个利弊 像等同学 他们是平衡的 那么平衡呢 有两种情况 一 不动 第二呢 我转的话固定的 固定的速度转 啊 叫做平衡 听着啊 这里的话呢是 给你切倒它的方向 你看这里 OK 你看 好 那这里的话呢是 它是要满足利息的平衡条件 同学 第一个满足这个话 第一个合力等于零 第二个合力取等于零 合力等于零 你看它的利益都是 vertical 同学 你讨论 vertical 好同学 你们去看如果这些东西 你这样放起来 它平衡一定有条件 哪个条件 看利 看有利 up 等于 down up是谁同学 up是谁 利 f3 down是谁 f1跟f2 你看合力等于零 合力等于零 如果你选择往上的为正 正3 加上负1 再加上负2 就得到这个 移过去得到这个 所以你的f3的利 就可以找到了 接下去的话 它要你找什么 这个情况 它要你找的话 是 它要你去找的话 是f3 等于多少 f3的位置 到底在哪里 这个到底在哪里 好 假设你这里 叫做x的一个位置 所以话 你要去找出来这个 因为它平衡 第二个条件 你可以用合力取等于零 合力取等于零 你可以看到它用 A点为转轴点 A点为转轴点的意思是 take moment at a at exist of rotation 好同学 你把它考虑成 你的转轴是在这里 同学 转轴哦 好请问这个力 会向哪里转 快点 我说一定要绕它的转轴 转轴在这里 在哪里转 这里对不对 四十针 啊 这个呢 一定是 向这里转 一定要绕着它 对吗 你要转的话 当然是要绕着它 转轴 好同学 那我的F2的力 我的力币是什么 AB咯 对吗 那我F3的话 我的力币是什么 A到O咯 那么你可以看到我用力取平衡的情况 我用的话 是clockwise C是clockwise 等你 anticlockwise an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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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ockwise 好同学 看到什么 clockwise 是F2 你把手放在这里 我讲的 你把手放在这里 我们转轴在这里 所以是F2 乘上什么 乘上 A到B A到B OK A到B 等于F3乘什么 它的力币是多少 F3是A到O 这个就是我讲的 你看我这样写 我讲顺等于你 我用这个 而它用的话 是合力取等于0 所以合力取等于0 它的笔记的话 它说选择逆时针为正 所以逆时针是它 所以这个是正的 OK 那么另外一个顺时针是负 变这样 那同学呢 往往在考试的时候 正负正负都乱啊 所以我就教你们用这个原理 顺时针等于逆时针 你就不会错了 顺的全部考虑顺 逆的全部考虑逆 哪个是顺哪个逆 记得 你有一个逆作用在这里 转轴在这里 顺就是绕着A点 逆是绕着A点 所以的话 你就可以拿到了 明白吗 你把手放在那边 然后你就知道 哪个是顺哪个是逆 听懂吗 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同学 顺等于平衡 因为你要平衡啊 对 那你说这些东西重要 不重要 同学很重要 我们在物理上 这些转动的情况 平衡的清新 用到很多 我讲一个简单例子 你就会懂得它的应用 好同学 我们有没有桥 请问有桥吗 都有的 对 你看每个地方 你不管是从哪里 我们有高速公路 Fly over 你觉得他在制造的时候 他要不要考虑平衡 当然要啊 对不对 同学有一个资助 有一个车辆 挤压下去 他全部要考虑 没有考虑的话 那个桥 那个物质都不用做起来了 一做不起来都不平衡啊 会倒塌 所以的话每个东西 他们都要考虑的 只不过是你没有去想 你不知道 你看这个 质量 质量 一根质量分布 不均匀的 横量 这里 这里不均匀的 意思是 not uniform 它不均匀的 那这里平放 两个相距为 4.5的支柱 所以这里 Fochrome 然后对柱的压力分别是 这个对柱的压力 就是normal reaction normal reaction 这里叫做F1 或者F2 那么他就给你了 F1 假设这个叫1 300N Z2 2 240N 那么他要你去算出来 横量所受到的重力 以及重心的位置 重心是 Central of gravity 重力 你们懂吗 它的W 这里W 好 那么你可以看到 你用合力等于0 永远合力等于0 所以同学 这里呢 这个图形 它画出来 全部是这个横量 这个ROG 它所受到的 Free Body Diagram 它有三个力 F1 F2 W 同学 平衡 力 上等于下 你可以看到 最后 你看 W等于 downward 等于upward 你看 这个搬过去吗 那往上为真 这两个真 这个是方向相反复 等于0 Eway 同学 Eway 等于这个 得到结果是 downward force vertically 等于upward upward 是这两个加起来 算到了 W 所以同学 很量的重量的话 我就可以算 它的Wheight Gravity Force 那么 你要去找出来 它的